世人常说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有些事情在发生之前确实是有些前兆 心思细腻的人或许注意了 即将到来的灾祸可能就会避免 但绝大多数人感知不到那些潜在的前兆 就像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则民间故事一样 故事中的女主在丈夫遭遇车祸的前一天夜里 家里来了一位陌生女子说找她借邪 女主没理会给那女子来了个闭门羹 结果第二天丈夫就出了事了 她回头再想时才知道邪的邪音就是邪恶的邪 那陌生女子是来带走邪恶的事的 女主没有注意到这个前兆 最后是后悔莫及 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则民间小故事 李涛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 他常常跟随着工程队在全国各地奔波 李涛的妻子王平则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照顾着双方的父母 故事发生的那一年 李涛跟随施工队去了西北的一座城市 离家的时候王平第一次感到了不舍 你早些回家 别总让我担心着 嗯 放心吧 等这次回来 我向公司申请个长假 在家好好陪陪你 说完 他稳了一下王平的额头 之后拿上行李出了家门 李涛走后 王平的心就悬了起来 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在李涛走后的第四天 当天夜里 王平躺在沙发上正在追剧 忽然防盗门被敲响了 他抬头看了看表 此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 他放低了声音 那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谁呀 王平有些害怕的问道 但是门外却没有人回答 可是敲门声再次响起 王平从猫眼往外看去 只见一个女子站在门外 他打开了房门 你找谁呀 大姐 我是来借鞋的 你能不能借我一只鞋呀 那沐生的女子说道 鞋 王平低头看了看那女子的脚 这不是穿着鞋的吗 怎么还找我借呀 没有你走吧 王平随即关上了门 大半夜的来借鞋 真是啥样的人都有 王平没有理会 继续看着电视剧 敲门声再也没有响起过 第二天上午 王平起床已是十点多了 他觉得昨天夜里 那个陌生的女子很奇怪 于是便给自己的姐姐打了个电话 将昨天晚上的事情告诉了姐姐 王平的姐姐嫁到了农村 村里有个神婆就住在隔壁 她的姐姐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那位神婆 神婆听了 片刻后说道 哎呀 不好 这是凶事 只怕你妹妹家里的人会出祸事 那女子不是活人 她前来借鞋 其实是给你妹妹家来驱鞋的 王平的姐姐一听 赶紧给王平打了个电话 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王平 王平想了半天 也没想出到底家里人谁会出事 此时电话响起 他接通了电话 对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声音 喂 你是李涛的妻子吗 我是 怎么了 李涛刚刚出了车祸 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 你赶快过来看看吧 王平愣住了 手里的电话滑落在地上 他瘫坐在了沙发上 片刻后流下了泪水 没等到王平赶到 李涛就没了呼吸 王平声嘶力竭的哭着 都是我不好 我没有留意呀 李涛走了 留下了王平一个人 他看着再熟悉不过的房间 是泪眼汪汪 他常常在想 如果那天夜里 他借邪给那陌生女子 丈夫李涛会不会安然无恙了呢 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之中 任凭家人和朋友如何劝说 王平始终没有解开这个解 其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这句话有时候很难理解 谁也无法预知将来要发生的事 只能将当下的事情做好了 因为我说一遍